大家好我是菜马小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在这个看脸的年代 大家为了颜值高 真的是越来越舍得花钱了 颜值相关的行业 都成了增长非常快的行业 比如整形啊美容啊 时尚穿搭啊 还有直发的行业 我今天就来跟大家聊一个 这两年发展的特别猛的行业 直发业 卫健委发布的脱发人群 调查数据显示 我国脱发人群直线上升 已经超过了2.5亿 这是什么概念 就是说每6个人中 就有一个人脱发 其中20岁到40岁之间的人 占了较大的比例 为了保住头顶大事 除了使用护发生发等产品 如果不管用的时候 肯定就直接选择直发了 这就让直发这个行业 出现了井喷式的发展 去年有国外的资讯公司 发布过一个全球直发市场报告 说这个预计5年之后 全球的直发市场规模 也将达到238.8亿美元 那央视财经最近采访报道 说北京的一家知名的 直发连锁机构 门店占地达到了2000平米 一个月的销售额 就能达到1400万 而在2017年下半年 国内直发界的龙头 拥合直发宣布 它目前的直营连锁店 已经超过了35家 营业额也从2013年的3000万 迅速扩张到了2017年的近10亿 所以各位如果做生意 可以多关注一下 颜值相关的这些行业 直发 医美 美妆等等 前景都不错 毕竟就像雷军说的那样 要想成功 勤奋 聪明是必要的 但最关键的是要顺势而为 大家好 我是财妈小庆 欢迎关注财妈聊财商的 优酷账号 打开优酷视频的首页 搜索财妈聊财商 点击头像进入主页 就能看到关注按钮 下次想看财妈的节目 直接点击关注列表 就可以查看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